请问师傅 就是我们如何平衡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修行中 我们想让自己的心如如不动 可是又一方面又非常急切的在做红法中的一些事情 就难免就是比较急的往前赶 那么我们怎么平衡这两种状态呢 怎么能让自己的心一方面如如不动 然后又能很快速的请师傅开始 如如不动和心里着急完全是两个概念好吧 如如不动的人心会着急的啦 心着急的人能如如不动的啦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呀 所以说明他这个人心还是着急 根本没有如如不动 听不懂啊 你要叫他学如如不动 他以后心就不会急的呀 好了 所以现在时间天使都这么紧 就想把很多事情都赶到前面去做 着急和如不动不是个概念 我已经跟你讲了 你还是听不懂 哦对不起 你这个人是天使我原谅 可以做事 做一件事情可以 不着急的呀 不着急做呀 做得快一点 不着急不可以的 着急做事也是做事 不着急做事做得快一点 不叫快呀 嗯 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好